问 要取为原皆是有也? 涉事有者皆取为原也? 这是第八颗 圆取分别源 这一颗里面分九颗 现在是第四颗 十二指为原 绝在分别 这一颗分两颗 第一颗是以四巨答 这个解释完了 现在是第二颗顺后巨 顺后巨这一颗分四颗 现在是第二颗 取与有 分两颗第一颗问 只要取为原皆是有也? 在十二指里面 而生起来的一定是有吗? 皆是有也 有 就是有强大的力量 能招干果报了 那时候 那时候名字为油 这个油 是以取为原 是以取为原的 以取作助原 现在提出问题 要取作原的时候 都是油吗? 是以取为原的 是以取为原 所以也应该是从后边这一句来回答 就是 取为原 是以取取为原 这句话 是以取为原 这是前面是问 是以左报的程度 这样的业力 一定是取于做助 做过助原的 这样回答 皆取为原 或是以取为原 或是以取为原 而非是有 这就是不决定的 或者是 取是为它作原 但是它不是油 这是变了 这是解释 底下第三颗是简别 为除油 所欲油脂 那就是 除掉了这个油脂 剩下来的 其他的 这个油脂 就是十二元 十二元旗里边 别的脂 别的脂 也可以是这样的 取为原 而不是有脂 可能是其他的 生老实 可能是其他的脂 那么会有这样的情形的 这是 这是这一课 说完了 第三课 是有余生 问要有为原 皆是生也 这个强大 这个强大的业力 为助原 是令他的果报 好现其了 那么有为原 皆是生吗 涉世生 皆有为原 就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回答 诸所有生皆有为原 这回答你 就是分两课 第一课是解释 第二课是简 诸所有的生 诸所有的生 众生的生命 献起的时候 都是有做原 才能献起的 这是肯定是这样子 或有为原 而非是生 不是生 那是什么呢 底下说了 为出生所欲老实 就是把这个生 剪出去不算数 就是剩下来的这个老实 老实当然也是有为原的 不原也没有这件事 这个老实呢 是最后有字 在十二元旗里面 它是最后的一个字 问要生为原 皆劳实也 这是第四课 生于劳实 这也分两个第一课问 所以说要生为原 那么就一定是劳实吗 涉世劳实皆生为原也 这样问 答所有劳实皆生为原 这句话也是很肯定的说了 只要这个生命体 它衰了 它死亡了 它一定是有一个生命 现起做原的 不原的话 谁老谁死呢 或生为原 而非老死 这个又是不决定 是生命体是现前了 但是不是老死 不是给老死做原 那么是什么呢 第二课简别 所谓疾病 就是这个生命体现前了 不是老死 而是有病了 当然也是生为原 或者不是病 而是冤争和慧 和证悟的人 和憎恨的人在一起 不可以分离 那这也是生为原 是亲爱别离 和亲爱的人愿意在一起 非要分开不可 这也是生为原的 这也是生为原的 所求不随 还有其他的种种的希求 希的事情有障碍 就是不能成就 那也是生为原 既必所起 愁叹忧苦 种种业恼 那就是前面呢 因为有病 而愁叹忧苦 种种业恼 或者是愿争和慧 愿家不能在一起 他偏要在一起 而引起的愁叹忧苦 种种业恼 还有这个亲爱别离 所求不随 这一些的 引起的愁叹忧苦 种种业恼 也是以生为原的 这个生为老死所缘 为愿争慧 为爱别离 所求不随 这些愁叹忧苦 种种业恼 但这是说 非佛教徒 要是佛教徒 你要是修行四念处的时候 虽然也是生为原 但是没有愿争慧 也没有爱别离 也没有所求不随 也没有愁叹忧苦 种种业恼 这是佛法的可贵的地方 就在这里 能消除去的一些的苦恼 那就是你能够啊 要见珠像飞像 就没有问题了啊 这倒是很现成的一件事 说起来 在你一转念之间 而并不是距离一万八千里 就在你现在一念心 一转就是了 但是就是不容易转 不容易转 你向那一方面转 什么事没有 你不转 很多都苦恼 说难也很难 说容易也很容易 问四诸由之 其与道之所说正见为生障碍 这是什么 第五课 这第五课 这第五课 是这个 缘起分别源 一共是九课 前四课讲完了 第四课 将才讲的就是十二指为源 绝在分别 这一课讲完 现在是第五课 所障能障分别 有所障碍的 有能障碍的 对不同 是四诸由之 其与道之所说正见为生障碍 这么多的部分 一共是十二由之 十二指 是其与道之所说正见为生障碍 哪几个字 这十二个字里面哪一个字 是其与道之 道之 道就是拔正道 拔正道里面有正见正思为 正欲正业正命正经进 正念正定 一共是八字 这么这十二元起字 哪几个字 但是你给道之里面所说的正见为生障碍 为最强大的障碍 这个正见是什么 就是得出国以后的圣人 它能一念清净的无分别智慧 观世受相应是毕竟空机无恶无恶所的无分别的智慧 那个智慧就叫做正见 因为它能与诸法师相相应了 与第一地相应了 所以叫做正见 这个障碍 叫你不出现 你想要得正见不行 有障碍 障碍上面加个胜 那就不同了 特别有力量 特别的能障碍你 十二缘起 生死流转的 火也苦的境界 都是对正见有障碍的 但是现在不是说这个 说胜障碍 障碍中它的力量最大 它有最大的力量障碍你 叫你不出现 你想要得胜到 不可以 叫你障碍你 哪一个字是障碍中最大障碍力量的 这个意思 答 无名几笔说起异形 要有一分能为胜长 这是说出来 就是十二缘起里面第一个 就是无名 无名在前面在解释的时候说得非常清楚 主要的就是恶劲 恶劲 只要舍上显示里面有个我 主要是这个力量太大了 这个恶 前面说是 生缘老死 不是老死 为疾病冤真和会 亲爱别离所求不随 所以这些违缘 其实你能够与无恶无恶所的智慧相应了 就没事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现在要是提出这个问题 就是与政见为胜障碍 随你就是无名 就是至少有个我 就是这个事情 至少有个我 还是至少淫恶和法恶都应该在内 那么得圣道第一个就是叫无恶 有恶正好是障碍着无恶的智慧 鸡鼻缩起异行 这个无名发动出来的无名原行 无名为行作因缘 使令行生起 行是身行 愚行 异行 这是三行 三行里边最重要的是异行 心为本 心要动了 才要发动到身语 所以说到异行 就是他的力量大 他的力量大 他也能障碍 能障碍你这个政见得胜其 要油一份 这个要制当个记字讲 记 这个当记者就是记油一份 这个油就是油脂 爱缘取缘油 这个油脂就是自己照的这个业 照的这个罪业也好 或者照的福业也好 要达到有感果报的那个程度的时候 也是很厉害的 这个油脂现前的时候也是能障碍你 你想要修行不行 就把你障碍住了 也是有这种事情 但是这个事情 还是力量的问题 就是你这个政见的政见就是般若 就是智慧 智慧力量要大 那无明和有也不能障碍 你这个政见的善根 力量小 那个无明和有 那个无明和异形和有 就是障碍 障碍这个政见 就是随着力量大 所以就发生作用 你的力量大就障碍我 我的力量大就障碍你 但是一般的人来说 多数是善根的力量输掉了 无明和有 无明和异形有这个力量太大 这个异形 有也是行 异形也是行 就是有你是爱取 因 滋印了以后 这个有 那个异形就变成有了 那么意思 异形就变成有了 要是有 这个夜里没得果报的时候 在得果报之前 这不要紧 在那之前的时候出家 还可以 要是个虽然有善根 但是你那个时候 尘老的境界都现前了 不行了 佛没办法 我猜 那个虎 那个如同 大毗不撒论说 那个如同 就是 在没结婚以前 佛就去把他度化他 给他说了法 他得了三个儿就出家了 如果佛晚两个钟头去 就不成了 他结婚了 所以说 佛对阿难诚 所以早一点去 完了就不行了 其实佛在世的时候 不只这一件事 还有好多事都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有之就看出来 这个有也有障碍的力量 所以谁对证见有胜利的障碍 有大障碍 无明和行 三行里面是义行 再加上有之的一份 有之的一份 有之里面也是 有身与义 也是分三分 其中就输义的这一份 能为胜仗 能为一个大力量的障碍 如与正见如失 与正视为继正经今以二 这是第二课 是正视为 这个 与正见 天一问天二答 这个亥一 亥一与正见 与正见 亥一与正见 与正见 亥一与正见 如与正见 如是是 像前面这说的这个正见 是无明和异行 和有的一份 能障碍他 那么对于八正道里边 还有那个正视为和正经今以二 也是有障碍的 有圣障 这个正见是无分别的智慧 得了圣道的无分别的智慧 这个正视为和正经今是圣言的有分别的智慧 还是智慧 界定会是属于会 正视为 这个会也是无明和说起一行即有一分能能做障碍的 这个障碍当然是在没成就的时候 没得圣道之前它有作用 你已经成就了 它不能障碍了 已经得圣道的 它的正见正视为 已经成就无漏的正见正视为正经已经出现了 那无明是不能障碍的 要正与正业正命以身行与行即有一分没成障碍 这是第二课 这个所障碍中分三课 第一课正见等 现在第二课是正与等 这个正与正业正命是属于戒 戒定会是属于戒定会 这个正与正业正命这三字 八正道里边的三个字 三个部分 以身行余行 就是无明原行的行里面有个身行和余行 当然这里面也应该有无明的力量 不然怎么能有行呢 无明发动出来的身行和余行 既有一分 就是属于身属于余那一分 它对正与正业正命有障碍 四样子 要正念正定 以余有之为生障碍应之 这是第三课 正念等 正念正定就是属于定 前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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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是灰和戒 这两个 这底下正念正定就属于定 八正道就是把它绘成三五六学 正念有正念而得正定 所以正念也就属于定 一余有之 但是在十二有之里面 除了前面说的这几只以外 剩余的一只 为生障碍 那是最有力量的障碍 使用你正念正定不能成就 最厉害的就是爱曲了 是爱曲 你这个爱曲在活动的时候 你想要得禅丁 你想要得丁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是要正念正定 以余有之为生障碍 这是要所障 八正道里面这么的界定会 这是所障 问四诸有之 几微眨眼品 几通眨眼清净品 这是第二个是能战 能战分两个 第一个就是问 四诸有之 极微眨眼品 哪几只 唯独是眨眼 唯独是不清净的 极通眨眼清净品 哪几只又是眨眼 又不是眨眼 而是清净的 谁提出这个问题 谁提出这个问题 这十二有之 是能战分两个 现在说能战分两个 提出这个问题 要回答 第一个是重变品 答 四诸有之 是能战分 现在说能战分 提出这个问题 要回答 第一个是重变品 四为眨眼品 十二有之 里面四个品 那是眨眼 但是在批询记里面 它说这个是 它疑惑它是应该说三 应该说三为眨眼 它这句话也有根据 三是什么呢 为无名爱取 这三个 这三个是眨眼 无名也是眨眼 爱取都是眨眼 根据神本说 那个是应该是三 就成为师 成为师论上说 三为四眼 烦恼辛苦 无名爱取 无名爱取 它是属于眨眼的烦恼 所以就是说三 而不是士 但是在 奎基大师这解释 有不同 四为眨眼品 那么无名爱取是三个 另外是谁呢 是老 老师 老是什么意思呢 人到老的时候不能修行 他不能用戒定慧来调自己 就是眨眼 这是一个解释 另外不是说老 是说师 无名言行 行言师 这个师之 师也是眨眼 那什么呢 就是这个 中有的默心 中有 投胎的时候 最后一刹诺 最后一刹诺是眼无心 所以也是眼无 唯眨眼 这样说 无名爱取 加实 或者是加老 那么就是眨眼品 欲通眨眼清晴品 其余的 这说四个字 剩下就是八个字了 那么那八字 也可通于眨眼 也通于清净的 这样解释 这我们解释底下 师方难 再解释 前面是总变的 在后面再解释 有困难的地方 分两个 第一个问 第二个回答 问 云和圣之通二品也 最后的第四一品 圣老师就是圣之 圣之怎么能说它是通于两方面 又是清净 又是不清净呢 要生恶去 既有难出 唯似眨眼品 所以这个众生 他生到三恶道去了 又有出生时也去了 当然这都是苦恼的境界 只是眨眼 既有难出 既有难出 既要生到有难的地方去 有所谓八难 或者八无侠 三个道就是八难中的三个 另外呢 因为你要是生到长寿天 生到舍界天 无舍界天去了 他们的宣传法是翻个八无侠 无侠就是没有时间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圆间讲解佛法去听法 不行 我没有时间 无侠 我没有时间 所以在圆也是一样 你来打餐器吧 我没有时间 这就是难 就是有困难 你让他来学义佛法有困难 所以说去听经去吧 不不 我没有时间 这叫做难 那么他学义佛法有困难 不能学义佛法呢 那么就是贪嗔痴在活动了 那么他就叫做掩雾 他说这个生 他的生是掩雾 这个是生在阴间 有盲龙阴雅 也不能学义佛法 那么就是好贪嗔痴活动了 再就是佛前佛后 世间是没有佛法 还有世之辩充 邪知邪见 他毁谤佛法 不肯学义佛法 那也是心思邪见 第三是北京卢州 到了北京卢州的时候 也不肯学义佛法 我没有需要 我生活什么都是实在满意的 你让我学义佛法 学义佛法干什么 我需要 所以我们也不是三个道 也不是三个道 也不是盲龙阴雅 也不是佛前佛后 又不是世之辩充 又不是北京卢州 也不是生在长寿天 我们遇见佛法了 我们又能来到一个学习余学实在论的一个因缘 这就不是清净了 我们应该说是清净的 这是一个好因缘 要生恶曲既有难处 那么他这个生就是杂严品 要生阴天诸无难处 要生在阴间或者生在天上 也没有难 没有这么多的困难 还有时间来学义佛法 我其实也没有时间 把那些事情都放下了 我用这个时间来学习佛法 有没有时间是你自己决定的 所以这个无难处 你一敢讲学习佛法 没有困难 那么这就好了 所以这就是清净了 你这样的生 你这个生命体就是清净的 是齿痛眼镜心 所以这个生也通于言也通于静 就在乎你自己决定了 来到阴间就在乎自己决定了 当之欲之 随其所应皆同而平 其余的之 其余之无明行识都算是延误 其余的之就是明舍六处楚寿 这就是明舍六处 那么是爱去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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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生老死 都是通于清净 也通于阳五 随其所应皆同而平 同于眼镜 同于眼镜量品 我何等无明不有 故行不有 何等无明灭故行灭也 前边是第五颗 所障能障的分别 所障的就是拔正道 能障的就是十二元起了 这是第五颗 第六颗 不由即灭分别 深六 不由即灭的分别 从十二元起上来分别这件事情 这个里边你分两颗 第一颗要烦恼夜生眨眼品变 要是山眨眼来变变 第一颗举三道理 举出来三种道理 举三道理 分两颗 第一颗是无明原形这一个道理 分两颗 第一颗问 何等无明不有 无明也是各式各样的 哪一种无明没有了 故行不有 无明原形嘛 无明原形 那么无明也不有 行也就不有了 是这样意思 何等无明灭故行灭也 哪一类的无明灭掉了 那个行就没有了 故行灭 那么这是提出这个问题 这个有和灭 不有和灭 这是阿罕经上说这个话 持有故必有 持无故必无 持生故必生 持灭故必灭 一共是四句 四句里面拿引来两句 一个是有无 一个是生灭 拿来两句 那么有无和生灭的差别 那是前后都有解释过 答 这前书是问这里回答 有三种 发起禅 随眠无明 这个无明有三种无明 哪三种呢 第一个是发起无明 第二个是禅无明 第三个是随眠的无明 这三种无明 这个发起无明 就是这个无明能发起种种的业 就是发业无明 最初发动要这样造业力 辅业 罪业 不动业 发业无明 禅 禅 禅无明 禅是什么意思呢 禅就是这个无明活动了 活动出来 活动出来 活动出来的时候啊 我们的心一死啊 仰耳鼻子身一六根啊 不能制主 就是无明来做主 无明叫你怎么的你怎么的 自己还有一点智慧啊 敢讲这个事不对 不应该这样说 不可以 不可以 这样做不可 就是被他禅住了 所以叫做禅 就是不能制主的意思 这个禅 随眠 随眠就是无明啊 它没有活动出来 在那里睡觉 就是在阿里耶稣里面没有动 这个是无明的种子 无明的种子 发动出来嘛 叫禅 那么这个禅 禅 禅的无明去造种种业 就叫发起无明 或者这样分别 发起无明 就是无明原形这个无明 这个禅呢 就是爱取有 那个爱取叫做禅 就是随眠无明 就是随眠无明 随眠无明 随眠无明 就是无明没有动 它没有活动出来 没有活动出来 就是随眠不够 没有随眠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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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这个佛教徒 他有四年处的修行 无明被障碍了 那他也不对 现在说你 无明有这三种不同 有此无明灭故 彼无明灭 有这样的无明灭了 有此无明灭故 彼无明灭 有彼灭故 行以随灭 这个意思 你这个断无明实在来说 你根本上来说 有随眠无明灭了 随眠无明灭了 这个禅无明就没有了 禅无明没有了 随眠没有了 但发起发业的无明也没有了 最重要的就是随眠无明要灭 要灭出这个随眠无明 随眠无明怎么样灭呢 在《显阳圣教论》上有一句话 有深入诸法识相 才能断除烦恼的种子 深入诸法识相 深入诸法识相是什么 就是伯尔伯尼 观诸法识相 就是屁不舍挪 就是批不舍挪的 所以只是修旨而不修观 你不修额空观 你不修法空观 你这个额子还在 你这个法子也是在 你就不能够断祸正真 你不能断 你这个定 你心里面怎么样明经耳助 都是不行的 你不能够能见法性 不可以 你就不能够断除无明的睡眠 那还就是个生死凡夫 顶多得一点禅定 但是无明还是在的 但是自己因为自己是得圣道了 我开悟了 其实是糊涂 哪里开悟了呢 从古代的唐朝那个时候 《经兮尊者》的著作里面提到 就是呵斥这个传宗的 叫暗政 黑暗的暗 信节行政的政 叫暗政 就呵斥这件事 所以你要消息了经论 你就会知道怎么叫做政 怎么叫做信节行政 然后你消息了这样的佛法以后 你再去 你就是有了一个摘法眼了 你摘法眼再看看 我这样修行 那人这样修行 哦 你心里面就有个书 你修行的不对 自然就会这样说 自然是会知道 要是你没有学过这些经论的 不知道 你不知道这件事 不知道这件事 哎呀 这了不起 啊 了不起 好好好 直至他这么说一句就算了 你不能够鉴别 不能鉴别这件事 发起禅 谁免无名 由此无灭故 彼无明灭 由彼灭故 心已随灭 显眼圣家论上讲 你要深入诸法实相 就是屁不舍弄才能断烦恼 如果没有这样的修行 不断烦 没有烦恼 不同意这种说法 不同意你说你开无量 有此无名灭故 彼无名灭 有谁免无名灭故 缠无名发起业的无名也都没有了 不是从表面上看 表面上我也没有灭 也没有灭 没有烦恼了吗 没有烦恼就是圣人了吗 其实不是 要是烦恼种子灭掉了才是圣人 所以这个经教上它说的是很吻合的 很契合的 这个道理是很契合的 没有自行矛盾的地方 它说的微戏 维持的经论说出的事情都是很微戏的 不是出自大言那样讲的 不是的 是有彼灭故 行一谁灭 有无名灭了 那么行就灭 就不发动行了吗 就灭了 但是有波尔波罗密 行六波罗密 行六都万能广度众生 而无众生可渡 这是圣人的境界了 前面说 有彼灭故 诸行一随灭 这是有漏生死凡夫的 或也苦的境界 无漏的大菩萨的境界 那还是广大无边的 还是这样的 还是这样的 为何等行不有故 识不有 这个前面是不有寂灭分别 分两颗 第一颗要烦恼夜生眨眼品变 分两颗 第一颗举三道理 这里边分三颗 第一颗是无明原形 这是个道理 现在第二颗行原实 这是第二个道理 分两颗 第一颗是问 问何等行不有故 识不有 这个行也是各式各样的 那么行不有了吗 识也不有 因为这个行原实的嘛 所以行要不有了 识也就不有了 何等行不有故 识不有呢 何等行灭故 识灭呢 这是提示这个问题 底下回答 答分两颗第一颗是具有 诸行与自相续中 以作以灭 既为其对字 又有异行有故 其身与行 由此有故必有 这是这样回答这个问题 诸行与自相续中 就是无明原形的时候 你这样身行与行 以动作了 就是在你的生命体 这个相续就是生命体 这个生命是相续不断的 这个生命出现了 又老死了 又死掉了 死了又出现了 出现又死了 死了又出现了 总是相续的 不会断的 这个相续中 是一作一灭 就是你已经做的这个行 当然又结果报 得了果报了 得了果报了 又灭了 当然这可能会得了几百年 几千年 几万年这个果报 在人间天上 要多少回 然后这一段的业力结束了 但是还继续造 还是有无量无边的业力的 这个业力 这个众生一直是这样子的 那么这样的诸行 是既为其对质 这是一个成绩 一样和千万也都不同了 就是他没有遇见三宝 没有遇见佛法 没有遇见佛法 他不能够修十年处 就是遇见了好 你没修你十年处 来对质 你没有修十年处 用着般若来对质你的业力 没对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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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行 就行缘失了 有这个行就有这个失 要是没这个行 没行就没有失 这样意思 又有异行有故 起身余行 这个无明缘行这个行 主要是异行 就是那个第六意思 第六意思 你要照佛行 罪行 不动行 这个有了 你照好了 有了 那么这个异行有了 就发动到身余行 发动到身余行去 就不全死 不限于在心里面 它会到发出来语言 发出来动作的 那么就是身余行 是由此有故 彼有 就是由异行有故 身余行有 所以就是要有 是这样意思 那么这就是 有这样的 这是举有 彼无故 彼缘时已无 此要全灭 当之时已谁灭 彼无故 彼无故 说是没有经过佛法的四念处 三十七大品 你没有修这个指观 摄摩托皮不神诺 你没有这样的圣道的对峙 那么你照的那个行 当然他有行就行原始 要是你能对峙 你对峙 你那个行就没有了 行就没作用了 对峙 对峙 这里面应该是那么说 就是 这个行 要发动的时候 得果报 要有烦恼的爱曲的支持 爱曲烦恼的支持 这个毅力才能得果报 但你要修四念处 就把爱曲消灭了 那么你以前照的业力 得不到爱曲的支柱 爱曲不给它力量 那么那个行就不能放上作用 那么就等于是没有了 说彼无故 彼缘时有 那个行不能放上作用了 不能放上作用 所以彼为缘 而时生起这件事也没有了 行就不为时做缘了 所以过去生中照了很多的业 是在阴间天上 或者到地域去受果报的 但是你修要佛法 得了出国了 得阿罗汉国了 就不行了 就是无明灭在行灭 行灭在死灭了 就完了 这件事就结束了 不流转生死了 说彼无故 彼人时有 使要全灭 当之是以水灭 当然这个彼要全灭 异行所造的灭 身行余行也都灭了 要是我们修行只得个出国 出国三个道的 这一部分是灭了 阴天还没灭 还在阴天里还要流转七番生死的 那是不是全灭 假设得阿罗汉国以上 就是完全灭了 完全灭了 当之是以水灭 那么中友就不颠倒了 阴京要现前 皮尔水他去 去灭这件事了 只要全灭 当之是以水灭 所以就灭了 这可见 我们要说是 从经论上学习 知道这件事 知道完就算了 那也都没有什么 如果说自己 还有处理生死的愿望 我想要不受生死户 那么这件事 就应该注意了 哎呀 这个行原始 行原始的时候 就是阴影要现前的这个时候 这个行一发生作用的时候 这个中友就出来中友了 中友就是颠倒迷惑了 就是可能是到第三个道路受过报 可能在阴天里受过报 就流转生死了 那么怎么办呢 怎么样才能灭呢 何能行不有故事不有 何能行灭故事灭 这要积极地也要修十年处了 之前是这么回事 积极地要修十年处 要把它灭了才可以 或者爱取心灭 我怎么知道是灭了你 就在生存的时候就知道了 生存的时候你长长四年中修营 你就知道 你这时候掩耳鼻子身衣 面对舍生相为处的时候 你就知道 我这个 我这个 我这个爱取灭灭 是灭了是没灭 就知道吗 就知道了 还有别人告诉吗 别人也会告诉你 你的善知识会告诉你 所以是 只要全灭 当之事已随灭 有时候我只是书本上看看就完了 那就是不在意这件事 将来这个行园诗的时候 行园诗就行园诗好了 那就是这么一件事情了 何等时不有故 明舍不由 这是第三个道理 前面是行园诗的道理 现在说是 十元明舍六处除寿的道理 分两课 第一课是举十元明舍 何等时不由故 明舍就不由 何等时灭故 明舍灭也 举这个问题 好 提出这个问题 答 种子时不由故 国时不由 这是回答 种子时不由故 国时不由 种子时不由 这句话什么呢 这就是阿赖耶什 就是阿赖耶什的时候 就是阿赖耶什在生存的时候 生存的时候 这前六十遇见境界的时候 那么就是爱去嘛 就是无名爱去去活动 活动就在这个死里面 熏成了种子 熏成了种子的时候 这时候就叫做种子时 就叫种子时 如果你没有熏成种子 种子时不由 因为你修了这四年处 四年处的力量强大了 就是虽然一样 彼此深意 与舌相相外出法 接触的时候 住最上舌 心里不着 不住舌生心 不住生相外出法生心 这是阿罗汉以上的境界嘛 大菩萨境界是阿罗汉以上的境界 他就不熏悉了 不去爱也不正 也不爱也不正 心里面住最上舌 不熏成种子了 不熏成种子了 就说种子时不由 就没有 不由的缘故 国时不由 将来他们也不会再去得国去 你要有种种子时 将来的因缘成熟的时候 种子去得国报 那就是国时 比如我们现在 得阴的国报 阴的国报 看上去是有一个舌兽显现实 有个仰耳鼻声音 活泼地在那动 实际上就是那个种子在动 那个种子结束了 所以他还有很多的饭 可以吃饭的 没用 你吃饭也活不下去了 那要结束了 国报要结束了 这是种子在动 那叫国时 那叫国时 他们有了种子 但是还没得国报 那叫做种子时 因子国时 这样的不同 你没有种子的时候 他就没有去得国报那个时候了 所以国时也就没有 此具灭姑 此具灭姑 之具灭姑 具名才灭 这个没有胭私 那么也就没有国司 这个胭果 这个食都没有 此具灭姑 这梁食都没有了 几名才灭姑 和时在一起 献出来的 Falls 也不出现了 自然是灭了 您说是了生死 什么了生死 什么叫做了生死 这个人说得很清楚 这样是了生死 要保种子死灭了 怎么样种子死才能灭呢 就是不要有爱去 六除缘除 除缘受 受缘爱 爱缘取缘有 现在是明先应除 用般若与六根相应去接触言而必是神意的时候 有般若的智慧 般若智慧的时候 他就没有爱去的熏悉了 种子死不游 种子死不游 国事也不游 国事也不游 明山也不游 那么就是入于不生不灭的境界了 不是说是死了以后不死 就是现在他的正念 四年初的观字相应了 就是入于诸法诗相 与诸法诗相同意了 就是现在 不是说死亡了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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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一度把神相相应了 他就是不外 他就是注罪上舍了 他入定的时候注罪上舍 出定以后还是注罪上舍 出定以后还是注罪上舍 他心里面不着 当然阿里瀚还有点稀奇 虽然稀奇 但是还是清净 这种子是不有故国是不有 此具灭故具名才灭 送出来的 是什么 他说是 中观论上说 诸法不自生 以不充他生 不共不无因 事故知无生 这是中观论上的颂 很有名的一个颂 今天《今日欲切论》中说及缘起意识 理有情意 是无恶 是重说二缘起 重说缘起无恶意 缘起有两种 一个是赖耶缘起 就是自性缘起 一个是爱非爱缘起 爱非爱缘起 是要增上缘所 赖耶缘起 你是要明言总之说 要因缘说 现在是这位同小的意思 理有情意 是无恶 这无恶 你是总说二缘起都是无恶意 还是这样的意思 第二是无常缚斩住 前面是解释缘起那地方是这样 无常还是斩住 又是一刹诺 一刹诺就是斩住 第三是斩住而一塌 周法一刹诺住而是一塌 一塌而献其力 在舍大乘中有个解释 这里还是这样的意思 这是第二 第三意 以他而斩住 第四 于他还是离作用 依他离作用 因缘没有生法的作用 这三条合起来是奈叶缘起 也就是因缘的缘起 自行缘起 第五 于离作用 因果相续不断 这前面解释缘起 只这样说 六 与因果相续不断 因果相识转 第七 与因果相识转 夫智叶所成义 那一个字 这三条加起来是爱飞爱缘起 这是这位同校的这样看法 好 那么这加起来 这几条一共是七条 第一条是离有情义是缘起 乃至到第七 于因果相识转夫智叶所成 那么就是分成两个缘起 合成两个缘起 但是第一个是离有情义 还是总说二缘起都是无恶义 这样意思 欲切实的论后边又提到 不共是无作无用无运转的意思 以上三义都是超越了便际值的印识 是的 便际值是错误的 是没有那么回事 要直接趋向一他起的 一他起的一他缘故 生差诺后无有功能之原住故之理 从缘起的这种道理 可以直接的可以搅悟到 一他起是生差诺后无功能之原住故的道理 对不对 对不对 于此作官可汇入原成诗 事已有淫文中观论诵 即正出国方可理解 是的 是这样的意思 这个缘起意的确是很深 要认真 要认真地去思维 明明这个道理 你才能够从听法中都无声发音 不言得听过去了 和没听到差不多 所以这位童小他有这样的看法 我是同意这个看法的 而这个缘起的深意 你已经讲过去几次 后面还要继续有讲 后面还是有讲的 所以前面过去的要不断地温习 后面再重讲的时候 可能帮助你更进一步地去理解 应该是这样 本周一小道 问何故说言 有声故有老使 要有声缘而有老使 如果乃至无名缘形 如是乃至无名缘形 答由此言教道理 显充无实作用缘 于得生意故 批询记本第三个二十五页 童小们在讨论中 将缘起法说得似乎有些悬调 我有一出浅的看法 不知道对不对 说出来 恳请师父指证 中论说言送言 主法不至生 以不充他生 不共不无缘 此故说无生 至生 如缘中有果论 主诈 果在缘是即聚如 果充缘生 不充余生 这是至生的意思 他生 如至在等作者论 主张 世间诸是大智在天 我凡天王所作 所生所变化的 这是他生 好 共生 如重缘 贤了论 主张 因中有果 果充缘生 也有障缘 丈夫 也有障缘丈夫 令不献钱 故须重缘 亦贤果 共生 无缘生 如无缘 验论 主张 恶及世间 皆无缘 而忽缘生起 无生 佛法主张 主法无自性 厌缘和和而生 他和 厌中有果论 重缘先了论 根本地不同 在于佛法主张 厌中非先有果 也要有因 代缘 果才生 佛法说 因缘和和 即是说重缘和和 因 也是四缘之一 它是影响果生其存在最主要的力量而已 一切法皆是无常生灭变化的 所以 随着 因缘 因缘 因缘法的变异 国法已随之变异 所以没有因缘是有决定 真实的作用的 所以没有因缘是有决定真实的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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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缘是有决定真实的作用的 因缘是有决定真实的作用的 因缘是有决定的 所以没有这样说法 所以这四种生都是不能生 所以主法不至生 以不充他生 不共不无因 似乎说无生 是这么解释 当然也还有一种不同的解释 这只是说像是因中有果论 或者其他这些论 他们说的缘起都是不对的 诸法是不能生的 不能生而诸法事实上是生了 那么是怎么生的 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也就是在中观论上的说法 因缘生 外道的所说的自生 自性生 他性生 供应生 无应生 都是不能生 不能生那么诸法怎么生的 因缘生 那么这样说这个因缘 就是每一法有每一法的因缘 这和外道说的不同了 比如说这个橙子它有一个种子 是麦 谷 高粱 苞米 苹果 每一法有每一法的种子 光有种子还不可以 还要有缘 每一法也有每一法的缘 因缘合合了 诸法就生了 所以有因缘居住了就生了 没因缘 没因缘不能生 是这样意思 那么因缘生就知道 一切法是无知性 就是空的 这个说法 这个中观论上是这么说 而现在这个欲协实的论 我们学欲实的实的论 和其他的杂鸡论 都是一致的 都是这样说 这个说法和你这个解释不一样 我们学的欲协实的论是说 他也是不同意 因中有果论这些梵天王这些字声 他都不成因 他也认为是 诸法是带种子 种子是因缘 还要要增上缘 各样的增上缘 还要所缘缘 等无间缘 各样的因缘 而是这些因缘生的 但是这些因缘又是不生的 是这样意思 不是你说这个 这是他们一些名字 这字写得好 不是这样意思 你再重新看看那文 他这个说法的确是和知识大师有点相似 诸法是这样的因缘生的 而这个因缘又是不生 为实上是这样意思 前面已经说出了多少消息 一切法一刹诺间就灭了 他怎么能生 但是生了 事实上是这样生了 是这样意思 你去观察一切法之刹诺间 一刹诺一刹诺一刹诺间 一切法都是灭掉了 怎么能生 就是生了 知识大师说的 某和指观上说得很详细的 诸法不自生 不踏声 不共生 不无缘生 不是按照你讲的这个 不是外道的那些 不是那样的生 不是那个说法 是诸法每一个因缘而生的 这样生的 的确是像你刚才说的 有一点玄妙 讨论的时候有一点玄妙 玄妙就是这样意思 这个意思好像我们说了一个 说一句发起疑问 小一小乌大一大乌 我们用疑惑心来说就是有点矛盾 你说他生又说他不生 不生就有点矛盾 是这样意思 但是这些大仆 他就是这么说的 一切法 刹诺刹诺的 顿生顿灭 一切法就是这样生了 有这样的因缘就是这样生了 不同的因缘 有不同的因缘所生化 而一切法还都是不生的 但是在这样说 要在维时的理论上说 也不是这样意思 有另一个说法 维时的理论是另一个说法 我那天说那个小伙子丢了一个斧头 他斧头丢了 他就疑惑邻居那个青年偷去了 我看他说话也像 他是偷斧头了 他的笑也像 他眼神也是像 他走路也是像 等到后来自己到田里面找到斧头了 再再看他人都不像了 怎么都不像 还是那个人 但是就是不像的 那什么事呢 这是微心所现 你是疑惑他的时候 你说像 就是你自己心里的疑惑 是你那个分别性 意味性的变现 说他是像 他偷的 所以自己找到斧头了 不疑惑了 不疑惑 他没偷 什么都不像 这也是微心所现 微心所现的时候 实在只是主观上的这样想而已 客观本身还没这么回事 只是文心所现 遍及之事 毕竟空的 在这个比喻上 我感觉到喝这个也得先喝 你们也得再想一想 看是不是喝的 遍及之事空的 你一会他是偷你斧头了 实在完全没这么回事 不是空的吗 所以我这个斧头找到了 我就没有空 他没有头 其实也是你的分别 也是这个分别性的 也是空的 按这样的意思 观一现法空 和这个说法又不同 就是不一样 但是有关联 你一会他是偷你斧头了 那个分别性 一刹那刹那刹那是顿生顿灭的 就是这样的意思 造房子的因缘 都是顿生顿灭的 但是房子出现了 房子也是顿生顿灭的 是有 是空 就是这样的意思 主法不至生 义不重大生 这样子你可以写一篇文章 就是将来这一段话 把这个中观论上的解释 主法不至生 义不重大生 不公不无因 事故说无生 这一段 加上这个 于学士论说的 扎记论也是这边说 把智子大师的摸合指观 那一段也是 这几段联合起来 你做深入的研究 写一篇新的报告 也很有意思 然后把丢斧头的事也加上去 你看这篇文有没有意思 很有意思 这个地方要用心 你要用心去思维 不要只是在文字上想一想就算了 你要用深入的去思维一下 你就会有进一步的深刻的意识 不思维不行 你这个文上 最后你这段文 佛法说因缘合合 即是说众缘合合 是的 因为因也是缘之一 它是影响果生其存在 最主要的力量而已 一切法皆是无常生为变化的 随着因缘的变异 国法也随之变异 所以没有因缘 没有意因 没有意缘 是有决定真实的作用的 但是你这个结论有点问题 你最后一句话 有因缘变异 所以国法也就随时变异 因缘要不变异 国法就不能变异 这可见因缘的力量很大 你说是因缘是没有决定真实的作用的 你这个结论和你前面的话有点不合 你再想一想 你再想一想 这个由因缘来决定所生法 所生法本身没有力量 由因缘来决定它 所生法本身不能自己决定 自己不能决定自己 所生法没有力量 谁有力量 是因缘有力量 因缘要变化 所生法就要变化 他不能说无变不可以 因缘又变了 国法就非变不可 这可以做一个结论 所生法本身没有决定性 所以本身所生法都是毕竟空的 可以有这么一个结论就是对了 这就和中观论上的一种 说的是相合了 因缘所生法即使即滅相 没有决定性 师傅您还说这两文的时候 您说您觉得好像不知说到哪去了 可是我是听得很高兴 因为听到说因有不生意 缘有不生意 那刚刚这个同学写的这段话 看起来是 那天我也想到 我是这么也是这么分别 如果这样的话就是等于因缘放在那里 但是它可以不 不现果的原因 可以和和又不生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以前师傅讲过 那个第六意识它是把关的 所以就是变迹值 你依它起现起的时候 是看你的第六意识往哪里走 那我们凡夫当然就是变迹值 但是现在就引出一个问题 假如在四个园里面看的话 一个因缘种子缘嘛 然后再一个增上缘 一个所缘缘就所缘近 再一个等无间面 那这时候第六意识 它起的这个分别性 应该是算因缘呢 还是说因为你前面一个意识 这样相续下来的 那个等无间面 这个第六意识 四元都居住的 四元都是有的 不只是因缘 一个第六意识一起 第六意识是 一起来 一起的 四元都居住的 缺一个缘都不行的 但因缘是很明显的 是有力量 因缘是很有明显 是有力量的 这个 在这个地方看出 我们要在自己 实际上的体验上 可这样观察 比如说我现在 我身体升窗了 我身体升窗了 流冷 流血 都很苦 但是你修观 是因缘所生法 这个窗是因缘所生法 由因缘出现这件事 因缘要变了 他说生法非变不可 因缘要不变 说生法也不变 说生法本身没有决定性 反正靠因缘来决定 这样你观察的结果 所以流能流血这个窗是毕竟空的 它本身是没有决定性的 就是没有窗 有就是空 那是在理上面这么 在理上那么看 事实上就是这样子 事实上就是这样子 在因缘所生的窗上面 这个窗是自信空的 在自信空那方面 在自信空的窗上面是没有窗可得的 事实上就是这样子 当然这就是 你在没有窗的时候 你静坐的时候多训练 你静坐的时候多训练 心里也没有贪 也没有沉 心里没有压力的时候 你这样训练 训练输了 再加上舍摩陀的力量 舍摩陀的力量大的话 在游窗就是没有窗 舍摩陀的力量小不行 你转不过来 我没有深窗 我心思大调和 没有压力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想 关于一切法空 我说可以这样想 但是时间久了 它也相应的 也是相应的 但是窗要来来的时候 你就不相应了 原因就是舍摩陀不够力量 所以要有舍摩陀 还要披不舍摩 这件事情出现了 你常常这样做 就是把这样 书本上的佛法 就应用在你的 雅耳必须身意的 经验上量 因为你平常静坐 你不用 那你用不来 事实上你用不上 事实上你用不上 不用用不上 那你就是原来的情形 我要打你一下 你就感觉痛 而赞叹一下 你有什么样 就是一般的境界 你不能超越 这个一般的境界 你要用四年处 用诸法不至生 以不充他生 不共不无烟 死故之无生 你时常的这样思维 时常这样思维 你就能用 就用上了 用上来的时候 那一般的这些苦乐的境界 你就超越了 超越这个苦乐的境界 能超越 苦乐来来的时候 你不苦 如果来的时候也不落 这个是洞山禅师说的那句话 是何不向乌寒暑处去 何不向乌寒暑处去 怎么叫这乌寒暑处去 寒思寒杀舍利 热思热杀舍利 他这个说呢 那等于是恶空 修恶空观 修恶空观 也就是法空观 寒思寒思寒思寒 寒的时候恶不可得 热的时候恶也不可得 恶不可得 法也不可得 就是乌寒暑处去 如果你呀 这个经论上的道理也不大懂 这句话怎么讲 何不向乌寒暑处去 这话怎么讲 禅师 有些那一个时代 以前那些大禅师 话是有道理 吃茶去 你以前来这住过 你今天来了 吃茶去 今天是新来的 以前没来过 吃茶去 这话也是有道理 所以我们 有一个法师 修世间处不容易 我因为没什么难 问题就是 你先要 心情上没有压力的时候 你要训练自己 训练自己 就是佛菩萨的现成的法语 不需要自己 不需要自己去另外去 开个炉灶 不需要领开炉灶 这是现成的 现成的我这么想的 如果是欲学十字论说的这个缘起义 你还过不去 你暂时用中观论的缘起义 诸法不自身 不他生 不共生 不无因生 用这个十句话 这十句话我因为是容易 应该可以接受 你先通一他为千方便 就过去了 然后你再学 一些实地论这个 诸法不自身 不他生 不共生 你可能就容易明白一点 这样子你就长时期的这样训练 到时候就可以了 你就能用上 就喝 硬喝也都能容易喝 你和我讲道理也能喝 不讲道理我也同你喝 心里没有事 你心里面没有什么事情 一样的 无差别下 对不起师傅 我是对于刚刚那个师傅说 就是那个理由跟那个结论 不符合 那我的看法是说 比方我们说有一个人 他有决定圣洁 就是说他不会受别人的影响 那如果说是一个语言跟一个果 如果你说他有真实决定的作用 那么就是说他不受其他的语言影响 那么这个果就一直就是那样不会变 那我们说他是有 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语言 或者说这个音对那个果是有真实决定的作用 那么现在事实上不是 那么就是说任何一件小事情 它对的果都会有影响 当然是说 多多少少少 有的时候在我们世间法 就是这个生命相看的时候 它非常微小 你看不太出来 可是事实上 可是事实上应该是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影响 那么这么说的话 就是说没有一个因一个语言 对于那个果是有真实决定的作用 我的意思是这样 可不可以这样解释呢 您说这个我同意 你说这个我同意 就是你对于这样的诸法 寂寐相的这种理论有圣洁了 有圣洁的时候 便不能够动摇你 我同意 我同意这个说法 那当然这就是你的因缘呢 你对于诸法不自身 不他身 不共生 不无因生 你准备 你这个因缘很强 所以你这个所生的果 就是这个圣洁很厉害的力量 这个圣洁是个所生法 这个圣洁发生作用的时候 就是其他人有不同的理论 不可以动摇你 这是对的 是这样的意思 而这个理论 这个圣洁是个所生法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 就是从因缘来的 从因缘来的 那四句话 问去哪得清如许 唯有源头活水来 我的解释和华凡公乡的记录 他写的不是我说的 和我说的不一样 他改了 他把我的话几个完全改了 是的 这个圣洁的因缘准备的特别好 时间特别长 你自己这样子如理做一个时间久了 加上摄摩托的力量 所以你这个智慧强 别的因不能动摇你 就是烦恼来了也不能动摇你 观察这个烦恼是毕竟空的 你心就不动 就是烦恼不能动摇你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而这个所生法 是有因缘来的 是有因缘来的 但是这个 你要说 虚不得拜佛言神 佛得阿阿多罗三秒三不得 我无所得也 佛言神 佛言神 如是如是 我以阿阿多罗三秒三不得 乃至如有少法可得 就是我对诸法不自身 不够他身 不够因身 这个毕竟空的智慧 也是不可得的 因为它是有因缘来的 自信空的 那这也等于说 这个因缘是不生的 本来是这个阿阿多罗三秒三不得 你对诸法实相的这个智慧 是由因缘来的 现在观这个因缘说的话 是毕竟空的 也等于是不自身 不他身 不共生 不无因身 不生 诸法是不生的 也等于是这样一生 你这么讲你和江才遇见实的论说 那个也不自身 也不他身 也不共生 不无因身 你也可以去汇合一下 汇合一下 所以你这个说的 你江才解释这个 我是同意 同意但是和你这个文上说的 和你这个文 还是有点事情 你可以再示威一下 再示威一下 一切法皆是无常生命变化的 随着因缘因缘法的变异 国法也随着变异 国法也随着变异 所以国法没有决定的力量 谁有决定的力量 是因缘 你不是这个意思吗 所以没有因缘呢 是有决定真实的作用的 所以这个说 不妨是 所以所生法 没有决定真实的作用 应该这么个结论 对不起啊 我再浪费大家几秒钟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像赵尼亚讲 应该是说 对于那个国有决定 是说因缘合合 对国有决定 而不能说 某一因对某一国 是不是这样子呢 也不愿意 也可以了 就是由因缘来决定国 由因缘来决定国 这个因缘 当然在我们 在我们 在凡夫的时候 是很明显 很明显 比如说我在经本子上 我这样学习 说了一大套 说是天花烂醉 但是有些人要是骂我的时候 我心里面就烦恼了 这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个说生法 没力量 为什么说生法没力量 我准备的不够 我修行的不够 我说什么都要劈不承诺 准备的不够 要是得了圣道的人 那不是 他准备的时间久了 他已经成就了 无漏的智慧的时候 那不要紧 你除了他的话 他心不动 为什么呢 因为他 他那个因缘有力量 所以说生法有力量 但是佛的记性经济来说 我有少法可得 神明阿阿多勒三分三分地 那是观察 这个说生法 这毕竟空的量 但这又是一回事 又是一回事 但是和欲切诗论说的 不自身 不他身 不公平 不愿生 是无作用缘 是不是可以汇合一下 也可以这样汇合 这个是您写的 很好 您写得好 这个 我已经是重复多少遍了 的确是 如果你预先准备不好 这是办不到的事情 就是办不到 这个用经论上的佛法 在身口意义上发生作用 要准备 预先要准备 你不准备 是做不来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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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